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看你是要按照品名分類 還是要按照地區分類 那就很快可以幫我們把我們需要的分類把它做出來 當然其他你也可以按照單價、數量等等 也可以做一些區間的分類 只是說根據數字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篩選 你可以用什麼下條件的話 也許你可以下的條件是大於、小於、等於、介於等等 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把你要撈出來的區間資料把它撈出來 它會按照什麼 你會發現不同的欄位形態 因為它這個單價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這邊會顯示數字 數字的篩選型態跟文字又不太一樣 這個是文字篩選 那文字只能針對資料去做什麼 資料的比對 是等於剛剛好是那裡面的字 它不能用大於、小於 這種比對方 因為它不是數字嘛 OK 那它如果要做類似像關鍵字查詢的話 可以用什麼 所謂的包含 包含的話就是說裡面只要有那個字的開頭 應該是喔 只要有那個字在這個字串當中的話 那它就會幫你把那個找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跟資料庫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篩選裡面可以做出滿多的變化的 甚至未來我可能還可以再做到所謂的跨不同欄位 可以多條件的篩選喔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不只一個欄位嘛 你可能 它可能品名叫什麼 然後地區哪裡 然後數量是多少以上 幫我把那個區間資料 撈出來的話 你也可以下多個條件嘛 其實就等同於 跟資料庫概念是一樣的 在以上其實這樣做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好的地方 而且反而我覺得更有彈性 可以做到更多事情 所以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也許啊 這後續我們在後面的部分 再進階再來看 因為只是說你們大概知道要篩選這個功能 它不是說只是單單就這樣而用 它每一個欄位你會發現 它不同的資料會顯示出有沒有 是數字還是文字類的篩選 那可以一次可以多欄的 或者多條件的 也就是說這裡面的話有沒有 像它還可以自訂篩選 自訂篩選裡面的話 還可以怎麼樣 它是等於什麼 end 或偶爾 這邊也可以 也就是這些條件 其實將來在VVA裡面 也可以把它寫進去 OK 也就是這個有沒有 我們剛剛Auto Filter 只有放兩個東西 哪一欄 然後 Criteria 特別說它是1 也就是說你後面還可以放2 第一個條件 或第二個條件 等等的其實都可以再延伸出去 那當然你剛開始如果不會的話怎麼辦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錄製聚集看看 錄製聚集下來 所以我等於就把最重要的部分抓出來 不重要我想我這部分我就不再太花時間 因為我覺得那些不是那麼重要 花那個時間去講 恐怕不是那麼有效益的事情 OK 那接下來最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個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那個品名分類跟地區分類 或者是將來你還有其他欄位的那個分類的按鈕 假設那個SUB部分 你會發現它的層次幾乎有95%以上都是一樣的 只有哪幾個地方不一樣 你會發現只有剛剛有講 一、二、三、三個字串 加一個欄位 那這個是文字 有沒有 是字串 那這個是數字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 針對這兩個SUB 希望把它改寫成所謂的 共用的SUB 那所謂的共用SUB就是 我已經知道會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那所以我以後我就寫一個他們兩個共用的 那我將來如何去存取那個共用 就是我傳遞參數的時候 就給兩個不同的參數就好了 那這樣不就本來你可能要分別寫 那現在如果有個共用的話 你就是這樣直接呼叫它就好了 可是要怎麼樣撰寫那個共用的這個程序 共用SUB的這個步驟該怎麼做 OK 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寫共用的SUB如何做 一、請你把其中一段程序把它複製 這一段有沒有 假設用這一段 用上面這一段 反正哪一段都可以 複製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一個名稱叫SUB 叫分類就好了 我們就比較平民分類 我們就要分類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 因為你要把它變成共用的 將來要透過傳遞參數去改變它裡面的詞的話 那你必須在那個刮湖的地方 來做一點事情 也就是說我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你就把那兩個地方抓出來 然後並且給那兩個不一樣的這個參數 給一個參數名稱 比如說第一個 那個H跟I那個叫什麼 不過有時候取那個名稱 可能自己想一下 我在想到是 這個叫蘭 哪一蘭 也許叫什麼 蘭 蘭名好了 OK 也許叫蘭 假設我想到了 不過這個名稱也許你們可以 所以如果覺得不OK 你可以再去 那個什麼呢 變個蘭位的名稱好了 我現在簡稱是蘭名 然後後面的話 我是建議後面你可以加一下 因為呢 將來呢 他要傳遞參數的時候 你最好跟他講說 你要丟給我的是一個文字 還是給我的數字 所以後面最好是加一個S S的話就是 這個參數他的資料形態 是要哪一種 你要給我的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後面加一個Street Street 那當然你Street沒加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 他加了人家 就是傳參數的時候 傳錯參數給你 如果要傳一個 本來應該是文字就傳一個數字 那當然就不OK了 那豆點 豆點第二個 第二個要給什麼 給那個 2跟6 2跟6 2跟6這要叫什麼 反正叫一個名稱 我剛想到的名稱也許叫 也許叫什麼 蘭位好了 OK 有點不好取 蘭位 或者你也可以叫Fill也可以 蘭位 然後我需要他給我的是一個什麼 S 要給我的數字 而且他要整數 你不能小數點 整數的話 在VBA裡面要Integer INT就對了 INT開頭 你打INT就要Integer 在這個 Integer OK 意思就是說 將來你要傳給我東西的話 你要 就是 必須 這兩個 第一個 名稱 蘭名 S3 蘭位 Sint 第一個 接下來 因為我要變更 特別注意 請你把這個 變成這個 所以反正 藍名 H的話 全部都變成藍名 把它放進來 OK 放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它進來的話 就是S3 所以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就直接把這個藍名複製一下 然後放到這個H的三個地方 那放的時候請特別注意 像這個H本身有沒有 它本身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直接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那這邊本身就是H 就一個字串 所以你就貼過來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過來本身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它自動會 加上那個前後算以後 那比較可能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要串 所以第一個請你把H刪掉 第二個請你把藍名放在前面 然後空一格再加一個and的符號 再加一個空格 意思就是說 藍名跟後面的E串在一起 所以將來如果它提供給你是一個H 它就自動H串E隨便H1 自動幫你串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 這個2有沒有 你就用什麼 藍位這個把它複製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我們共用Sub 就寫完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你只是說這個可能 大概就是名稱改一下 然後這邊一個兩個 其他的話就分別把這邊H1 改成這樣子 H 然後這邊改成這個 將來它就傳過來 這個的話就傳到這邊 這幾個 有點像傳遞參數 傳過來 然後串完之後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共用程序就寫完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來就是說 那如果上面兩個 就是品名分類跟地區分類 那要怎麼去使用這個共用程序呢 其實特別注意 接下來重點來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已經寫好的一個共用程序 那我要如何去呼叫呢 接下來請各位去 品名分類 請你把裡面的程式 全部刪掉 再來的話 直接打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call分類就好 就是什麼 我用呼叫的方法 去呼叫它 有沒有 前刮鬍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如果打了前刮鬍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它會出現這個敘述 有沒有 而且 它現在跟你要的參數 它會用粗底字 所以以後你就看 請你給我一個欄位 給我一個欄名 後面s10吋有沒有 就會出現了 它一定跟你要說 你一定要給我個字串 如果你不是給我字串 那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應該是h 所以這邊的話 就直接給它一個h h的話 一定雙母號 h 雙母號 痘點 你會發現痘點之後呢 初體字轉移到後面了 所以有的時候 慢慢習慣 只要你按照那種 它提示上面做 應該做的動作 其實程式要寫錯還是很困難 最怕就是你自己在那邊亂寫 沒有章法的 不按照它的規則 像寫自然就當然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有時候會特別 跟各位分享一些我的寫作經驗 而且是說真的 程式真的要寫得好 真的是很花力氣的事情 你不要看這個程式沒幾行 這也是要花多少力氣想出來的 這個是歷經多少次的改 程式修改 最後才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ok 所以看起來真的沒什麼 但其實說真的 你外面的書裡面看 也會這麼精簡 齊豪應該有看比較多東西吧 應該你看坊間的書籍 一本寫得比一本還要更複雜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很納悶 為什麼坊間的書籍可以寫得這麼 寫這麼 明明沒有幾 主要就是那一點點東西 你怎麼寫那麼多幹嘛 應該是我覺得程式應該越寫越精簡才對 那個坊間的書籍是越寫越複雜 感覺沒什麼東西 他可以 可能為了要賺稿費還怎麼樣 一定要給他寫得居細密 然後中超一點 七超一點 臭一臭臭一臭 可以讓那個厚度變厚一點 其實我以前寫過的書 我大概可以明白 你真的一定要寫很多 不然的話就是那薄薄一本誰買 而且就是那薄薄一本 那定家怎麼定 而且我發現現在人反而 比較不喜歡看書 看影片好像比較簡單 有聲音有影像好像比較具體 不然說真的 看書真的把這東西看書學會 真的是天才才才有辦法 OK 再來的話 鬥點後面欄位 欄位輸多少 因為我品名在第二欄 所以我輸入二就可以了 有沒有 好 這樣子 就OK了 那底下這個怎麼做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底下這個地區分類 就怎麼樣 就這樣 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I不就好了 那這邊改成6就好了 感覺有沒有 如果你還有很多來 非常適用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有很多會有重複性會使用到的 那你一定要把它改成這種所謂的 共用的一個副程式 所謂的共用的Sup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過目前也許你們程式還沒寫那麼多 如果你越寫越多的話 一定會遇到 哇 重複的東西這麼多 那應該要做一點事情吧 OK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不過這樣還沒還沒完喔 最後還要Run一下才會準 所以接下來的話 習慣上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呢 我讓它Run 或者按個按鈕 按按鈕它會停住 那Call的話按F8 它會跳到哪裡 跳過來這裡 然後做什麼呢 藍名裡面就H 意思是說把這個帶過來 那藍位的話裡面就2 OK也就是說裡面的話 就是放兩個參數在裡面 然後呢我們執行的時候 就把這個有沒有 直接 這個是直接刪除 就直接帶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串在一起 那就H1 有沒有 然後向下追蹤 那藍名的話應該沒問題 所以底下我就讓它全部跑 跑跑看好了 執行 就是剛剛那些動作 執行 這樣OK 看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啦 OK 那這個呢 地區分類 也OK了 有沒有 那這個好處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程式裡面有加這個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剛剛就有加其中一個 那如果你還有很多個人 那你豈不是每個都要加 那這樣子當然相對的程式 我覺得沒有什麼效率吧 而且將來要修改 每個都要改 比如說漏改的話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大漏洞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共用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這種共用程序的寫法 不是BA的專利 也就是說其他的程式 其他的語言 也會有類似的這種方式 可以試一下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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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來